直风车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 这次来到台东演出台湾幻想曲 并特别将东基创办人谭爸爸的故事 改编成舞台剧后山天使 而远从丹佛转机回台的谭维艺 更以嘉宾的身份惊喜现身 团圆演艺谭维艺医师早期在台东从艺的状况 即创立台东基督教医院 他们是指风车剧团 进行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 最后一站来到台东泰玛里乡 除了演出台东版台湾幻想曲之外 今年适逢台东基督教医院60周年 特别将东基创办人谭医师的故事 改编成舞台剧后山天使 而高龄95岁的谭维艺 远从丹佛转机回台 更以嘉宾身份惊喜现身 有没有很快乐回到台湾 当然 当然 每一次好像回家一样 希望能够用艺术的方式 然后陪伴台湾的孩子成长 那这次又非常特别 我们在这个演出里面呢 这次刚好也圣逢 是我们台东的基督教医院 创院60年 所以我们的创办人谭维艺医师 还特别从美国回到我们台东的家 所以我们这次指风车 也特别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把谭维艺医师 当年为什么要创办台东基督教医院 帮助台湾很多的 所谓那个 当时候小儿麻痹的孩子们 让他能够站起来 然后能够正常的生活 这样子的一些故事 分享给所有台东的孩子们 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跟我们心中最尊敬的谭爸爸 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谭医师为偏乡医疗奉献 长达30多年 坚持守护无数台湾孩子 指风车剧团以后山天使 展现谭医师的生命故事 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并期盼透过戏剧演出 使感动能在孩子们心中蔓延 持续孕运着内心晒的种子 来台行医 33年的谭医师 决定要退休了 这讲解太麻了 想不到